雨终于停了 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 到处都是湿答答的 趁现在停雨了 去菜地撒点空心菜的种子 大家好 我是小草 空心菜又被称为懒人蔬菜 可以一次性采收 又可以反复采收 如果是一次性采收的话 生长周期就比较短 如果留那个脑根反复采收的话 采收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现在播种的话 一直可以采收到九月份 这个暖棚的这一头 还有一点多余的位置 就给它撒在这里 这样出芽的要稍微快一点 暖棚里前段时间月的苗 全部都发芽了 长势特别好 空心菜有两种种植方式 一是在陆地种植 还可以一种水培方式 在水里面种植 有好多渔民在那个鱼塘里面 种植那个空心菜 长势都特别好 因为这几天天天下雨 地里面比较潮湿 播种前呢 给它撒一点这个草木灰 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空心菜的种子 外壳有些坚硬 如果我们想出苗块的话 播种前可以给它做摧芽处理 今天就不给它吹芽了 直接撒在地里面 现在这个泥土比较湿润 放在暖棚的话 出芽应该也会很快的 如果是短期采收空心菜的话 可以选择直播的方式种植 那样的话 种子可以撒的稍微腻一些 如果是一栽种植的话 就需要保持一定的间隔距离 因为后期空心菜收完一茶后 会不断的发出新的滋芽 种的过密的话 会影响空心菜的生长 空心菜的繁殖能力比较强大 后期我们只需要一根空心菜的筋杆 无论是扦插或是水培 都可存活 因为刚下过雨 地里面比较潮湿 今天就不用浇水了 到时等到空心菜出芽 长到四五片正夜后 就可以移栽了 空心菜生命力比较强 也比较好养活 不需要怎么打理 虫害也比较少 收完一茶又一茶 春天的时候播种一点空心菜 还是很不错的选择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我的视频 有帮助我吧 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啦